如果前世沒有 沒有約定 今生的你怎麼會 給我一個家 如果今生只有 變今生就永遠 快樂的你怎麼會 留下我的想法 當所有的日子在 溫暖中融化 愛為什麼在 風雨中長大 難說曾經曾落 也是一種回答 心為什麼總是 流浪和回裝 媽媽讓我叫你 一聲媽媽 媽媽讓我叫你 一聲媽媽 如果來生還有可能 我還要 我還要你牽著我的手 走進這個家 走進這個家 作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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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丹啊 你心眼真好 我都想到你這兒來幫忙呢 是嗎 你說啊 人活著啊 能為別人做點什麼的啊 這也是一種幸福啊 確實是 我們現在做的 也就是被人需要的工作 挺有成就感的 小丹 如果你不嫌棄啊 我也入一股 好嗎 是嗎 你別嫌我老啊 我周大師 小有名氣了 如果我來啊 准保把你這個小店啊 盤得更活了 好嘞 先謝謝您了啊 有您的支持啊 我們一定更有信心了 眾人食材火焰高嘛 一個好漢 三個幫嘛 對 對 那我這會兒就去 我先收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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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忙著 那我先走了 好吧 這樣 好行 我給你打電話啊 好 好 啊 我可以打電話啊 走 我給你打電話了 呀 謝謝 他這個故事 您好 我找杨先生 我叫简小丹 是家庭网络服务的 来给您修面理发 周先生已经付过我钱了 我一个瘸子拐子 他废人一个 我不需要好看 也不给谁看 你走吧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 我又没请你来 你走吧 你怎么 你干什么 什么周志忠 什么家庭劳动服务公司 全都是骗人的 你给我走 我不愿意见到你们 我讨厌见到你们 我跟你说话你听到了没有 你走啊你 要不要我动手赶你 你怎么回事啊你 你到底是干什么呀你要 周先生付了我钱 我就得为你服务 懂了吗 就那么简单 他付你多少钱 我替你还给他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人的关心值多少钱 你说呢 我一个废人 不值得你们来关心 废人 我告诉你 我也曾经是个废人 可我现在呢 我还能帮助别人呢 你看看 阳光多好 日子多好 好好生活 这个世界还有温暖 有同情 有你值得在乎的东西 来吧 咱们礼发吧 来 童心 刚才我又睡着了 嗯 嗯 他们人都上哪儿去了 迈克去给你买鸽子汤去了 辛迪去缴费去了 那阿元呢 爸爸说他去一趟公司 马上就回来 妈妈 你就别操心了 医生说了 你这次就是因为情绪太激动 所以才发病的 没什么大问题 你就好好养养吧 可我还是想回家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发一次病 就离死神更近了 妈妈 你又来了 莫远远 我还记得了 你也没有想到 你到家里的人人的面 说出凯西的事 我感到 你真的对我很诚心 我 有些事情 只有当着大家店面说出来 才有效果 我当时一激动就 其实妈妈 我也是为您好啊 我现在什么都明白了 我要让你爸爸 把你跟Marco的那份 婚前财产协议取消了 那份协议对你不公平 妈妈 我真的不为别的 我就是爱你 真的 婚前财产协议取消了 你一定很满意吧 心里没鬼呢 你就别怕我说 你要我怎么做 你才能相信我 我是很讨厌Cassie 可是你当着我们全家人的面这样说她 实在是很像演戏 对吧 你这个人 还真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不说话了 不管我爸爸和Cassie的关系怎么样 你的表演一定是指Cassie与死地的 我演什么了 她抢了你爸爸 你难道就不应该恨她吗 恨有很多方式 我可以当面骂她 我可以指责她 可是你呢 我只是讲出了我看到的事实 那你至少应该选择你说的场合 你偷拍我就应该了吗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呀 你未必说了实话 你凭什么这么说呀 很简单 你要赢取我妈妈的信任 所以Cassie就成了牺牲品 Cindy 你为什么总把我想得这么坏啊 不是我把你想成这样 因为你就是这样 你这个人太假 做事太有目的性 你现在这样做的目的呢 就是让我妈妈相信你 好了 现在我妈妈恨死Cassie了 当然会给足你的面子 你的目的达到了 婚前财产协议取消了 来得如此容易 你自己都没有想到吧 继续 你不但利用了Cassie 你还会利用Michael 利用我爸爸 利用你想利用所有的人 那你可以去跟大家说呀 你可以跟大家说 我简约约就是这么一个势力的女人 你去呀 你跟我在这儿逗什么嘴皮子呀 我现在还没有想到对付你的方法 因为你太狡猾了 Cindy 我是你的嫂子 你要尊重我 尊重 尊重是要用人格魅力来赢得的 你有吗 不说别的 你对我的妈妈是照顾得细致入围 可对你有养育之恩的母亲 你却疏远了 你是要见过你的养母吗 你善待过和你一起长大的姐姐吗 你这样的人和我谈尊重 你有这个资格吗 够了我讨厌你 不要以为你抢到了迈克尔 你就是少家的女主人了 好 阿云 阿云 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我们可是无话不说的呀 你找过云云 找她干吗呢 聊天啊 聊天 你跟她之前有什么好聊的 她当时在公司干过几天 后来是我把她开走的 她突然之间又成了你的儿媳妇 我 我怕她坏我们的事 所以 所以你就说出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我说什么了 媛媛当我们全家的人都说出来了 她说什么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阿云 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嘛 这些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 我们是多么不容易啊 知道不容易 为什么要做出这种断送自己的事情呢 阿云 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 这么多年了难道你不了解我吗 好 我说 媛媛她说 媛媛她说你巴不得美思死 你还说以后 你就可以找过我们邵氏集团所有的财务大权 而且你还把麦可跟媛媛婚间财产协议 我说这样的话吗 那你认为我现在 会抛弃我这个病入膏肓的妻子吗 我让你抛弃了吗 我什么时候让你离开过她 可是 可是你就这么相信媛媛的话 你难道真的不了解我 她不肯当大家愿意杀这个谎吧 再说谁都知道你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利害关系 她有什么理由当着我们全家的面前去诽谤你 去诋毁你 你深圳还在乎影子歪吗 你要是为心无愧 你还怕别人说你什么吗 你说瞒了没有 你太让我心寒了 这些年来我是怎么对你的 你应该最清楚 我忍辱负重 我委屈求贤 我为的是什么 你居然这么相信别人对我的诽谤 我如果告诉你 我根本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也不会相信 你相信 我苦苦等了你十几年 我还在乎这一两个月 这一两年吗 你也不想想 我是这么不敬人情的人吗 可是婚前财产协议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哪 别人并不知道 婚前财产协议是他跟我提的 我是个成年人 我不会那么无知的 我不会那么无知的 好了 别生气了 我相信情人你应该理解 是啊我就说嘛 你不会这么远近情书不分 少到这个地步吧 而且无论如何 原来是我的儿媳妇 她既然当我们全家民 说出这样的话 每次现在又在病床上 所以我想 我想我们暂时呢 不要来我 好 你怎么哭了 谁欺负你 是一个孩子 孩子怎么会欺负你 就因为她是孩子 她在欺负我 欺负别哭 罗拉爱欺负 罗拉喜欢欺负 黑负负 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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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真是太可爱了 孩子真是不怕羊 只怕你不生啊 等她长大了 一定会报答你的 怎么了 失恋了 好了好了 别哭了啊 男人啊 是靠不住的 所以呢 女人第一要有钱 可以照顾自己 第二呢 要有个孩子 自己啊 有个安慰 你现在啊 钱也有了 眼前还有一个罗拉呢 这不是挺好吗 徐曼 别说了 让我静一静 你让我来不就是想让我安慰安慰你吗 凯西 我心中的苦 除了你 我不知道跟谁说 很痛很痛 痛得钻心 我现在才知道 真正的痛苦 是说不出来的 无可奈何 凯西 好了好了啊 过几天 我打算带着罗拉她们回美国 也许这一去 就不会常回来了 你不是说要带着罗拉在这儿生活呢 而且还要在这里买房子 怎么说变就变了呢 我打算离开了 出什么事了 凯西 很多很多事情 我永远都不会说 哎呀 到底出什么事情了 告诉我 我求你别问了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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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以为你不来 你都知道了 是的 你也可以糟蹋我呀 可惜啊 他们是不会相信你的 而且 他们也不会给你任何机会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从我第一次知道 我有把柄攥在你手里的时候 我就认定 一定要整垮你 你太狠心了 太绝情了 你怎么就下得了手啊 你怎么就下得了手啊 我怎么就下不了手啊 你是跟我有血缘还是跟我有亲情 是有恩于我还是帮助过我 我为什么下不了手 好 我认了 这么快就认了 这不是你凯西的风格呀 凯西 你的确应该反省反省了 如果当初不是你对我百般刁难 今天我兴许不会这样对你 这就叫 因果报应 是 是啊 因果是有报应的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我要离开这里了 回美国 而且 你 不再回来 这不是很好吗 你很明智 还有吗 就想告诉你一声 你 我们的只要我 都在这儿 把我打开你的 比我较 哭成这个样子 让别人看见 还以为是我欺负你 来来来 加个 暴露 真的是暴露 你就是恨我 也不要哭成这个样子嘛 孩子 你要好好生活 开心 我会生活得很好 凡事不要太逞强 女人太好强 很辛苦的 我不会太逞强 我只是不允许某些人 比我强 迈克是个好孩子 他很可靠 你要学会做个好妻子 男人有时候也很脆弱的 你得对他好一点 他是个可以依靠终身的男人 这样的男人不多吗 这个不用你教我 心里很任性 你就让着他 别惹他 他 他是个女孩子 早晚是要嫁人的 不会难为你很久 这个人啊 我始终把他当成一颗棋子 他成不了什么情 再说了 我也并不追求 让人人都喜欢我 他 梁美诗心思很深 虽然你博得了他的信任 但是未必完全博得了他的心 你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 不要有把柄落在他手里 他很记仇的 而且 久病之下 心情和状态 也难说会不会极端 就是正常的人也有偏激的时候 更何况 他是一个长期躺在病床上的人 这个你就更不用担心了 我已经完全赢得了他的信任 我和迈克的婚前财产协议 已经被他取消了 是他说的 还是你亲眼看见法律文本了 我对他太了解了 没有白纸黑字的公证和文本 我都不会相信 就像一个男人可口声声跟你说 我要娶你 但是不到领结婚证的那一天 一切都是空谈 邵远贾先生是个好人 他很厚道 也很心软 我跟了他很多年 虽然有时候 他也会有些脾气 但是他很善良 不会拿你怎么样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应该很恨我才对呀 这是什么 民间的方子 很容易怀孕的 你到中药房去配一下 让他们熬成汤季 这样的话 你回家就不用煎药了 你对邵家的人就说 是饱胎用的 坚持一早一晚的吃 就会有希望的 你对邵家人说你怀孕了 可是你知道吗 这时间长了 夜长梦多呀 夜长梦多呀 好了 我走了 孩子 保重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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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相逢是个缘 你完全可以跟邵家人说 说我没有怀孕啊 什么 我不会的 为什么 我永远不会 明明是母女 一个要把秘密永远埋藏 一个尽管浑然不知 却不断伤害 如此的残酷和痛苦 你在干什么呢 好 我给你刷箱子呢 我不跟你说过了吗 刷完肯定比现在好看 你就等着吧 谢谢 对了 小大 好 给你说件事 我准备把现在的律师事务所给独立了 好 嗯 为什么呀 我跟你说啊 是这样 因为现在这个律师事务所呢 是我跟几个大学同学一块合开的 现在不是机会好了吗 该出国的就出国 该大干的就单干 我呢 也想让自己再上一个台阶 正好 现在很多大企业都是我的固定客户 我觉得这是一机会 想试试 那好啊 恭喜你啊 谢谢啊 上次元月告你的事平息了吗 就那事 早没事了 往往就是这样 害人的人啊 比被害的人更加辛苦 小丹 说实话 我觉得我以后得向你多多学习 学习什么 别人没资格说这话 我有资格 我可是看着你一步步起来 从以前到现在 到有现在这么一公司 真的难能可贵 以后我向你多学习啊 别进减好听的说 没有没有 我说的是真心的 其实 我有一段时间 确实挺自暴自弃的 幸好后来遇见迈克尔 这不也 还好有你嘛 一直在身边鼓励我 我不会忘记的 最重要的是我妈 我得养我妈呀 不能再让她替我操心了 我现在弄这个公司 就是想给自己压力 这样可以梳理我的自信心 人要是连自信都没有了 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这就是我最欣赏你的地方 一个受过磨难的人 不对生活抱怨 而选择的是面对跟坦然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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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什么完了 你说我要是对你尊重大于喜欢 怎么办 喂 小丹家庭服务网络公司 是你呀凯西 你是不是愿意 你不应该要读论 要读论 你不应该要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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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读论 有人吗 是谁呀 我是简历 是来找我的吗 是凯夕小姐吧 小丹给我来过电话 说你要来看我 对不起啊 打扰你了 没关系 到屋里坐吧 来 来 我们这还好找吧 好找 周老师 大雅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快一年没出门了吧 快 到里面坐吧 走 给我剪头发的那个小姑娘 她把一样东西落在我那儿了 好 你呀 替我还给她 帮我说声谢谢 这就对了 无论如何 日子总得过下去啊 你看看现在 这个脸干净了 人也精神了 别再自保自欠了 别再自保自欠了 好呀 谢谢啊 小丹啊 经常提起你 她以前在法性公司工作的时候 经常照顾她的生意 你 你看现在你这么忙 还来看我 真是不好意思 我和小丹特别投缘 她对我很好 我也特别喜欢她 我一直在想 能培养出这么好孩子的母亲 一定非常非常了不起 所以 我一直就想来看看你 你真是太客气了 我呀 真是挺没用的 没能让小丹 多读点书 你不是让原 你不是让你的 另外一个女儿圆月 去美国读书了吗 怎么 她书念得比小丹好吗 你也认识圆月 这都是小丹跟我说的 你看你 多福气啊 两个女儿都这么优秀 是啊 小丹从小就听话 书读得也好 对人也好 也很孝顺 那 那圆月呢 圆月啊 小的时候可难带了 她经常生病 别的孩子呀 出一次麻疹 她要出两次 有一次得了哮喘 差点啊 没背过去 我带她看了好多的中医 那她还算听话吗 圆月 皮得很 经常淘血 经常跟人家捣乱 还给人家使坏 真是挺不容易的 让你藏了不少信吧 现在是不是好多了 我听说圆月嫁了个好人家 她 还常常回来看你吗 孩子大了 都有她自己的生活 我虽然看不见 但是没关系的 我还能自食其力 这么多年为了孩子 真是难为你了 天下父母 都是这样 为了自己的孩子 吃再多的苦 受再多的罪 都是心甘情愿的 我想 你也是这样吧 对了 你的孩子多大了 我 谁呀 请问这是剪小丹的家吗 是 你是哪位呀 剪小丹的剪刀落在了客人家里 周大夫让我把它送过来 那给我吧 好 谢谢啊 没事 再见啊 再见 你看 你看 你刚才 还夸小丹呢 自己吃饭的家伙事 都拉人家了 这是小丹和圆月小时候吧 你在看照片 这是什么时候照的 你是说他们两个的合影吗 那是十四岁的时候 你年轻的时候 真好看 我现在老了 你有多大了 对不起 也许我不该问这个 跟你差不多吧 不会吧 听你的声音 不像有这么大的 我查过对 那是 那跟我差不多 那跟我差不多 对不起 我要走了 刚来就走啊 能见到你 我已经很高兴了 谢谢你 谢我干什么 我要为你做什么 你培养了孩子 为自己的孩子 这是应该的 有你这样的好母亲 孩子们一定很幸福 谢谢 你已经谢好几次了 我还会再来看你的哦 多保重 你 慢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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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雅 我已经叫小李啊 把剪子给你送回去了 那小李替我谢谢人家了吧 要谢你自己去谢吧 啊 我告诉你啊 小丹啊 是故意把剪子啊 拉在你家里的 他就是想看看你啊 能不能走出家门呢 那我可要好好谢谢你们了 不过 我可是个废人呢 哎 这个心肺了 才是真正的肺了 啊 不过 你今天做的已经很好了 啊 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啊 啊 不 我既然自己能来 那我就自己回去 哦 我以后还会来的 再见啊 你难道真的认不出我了吗 我是杨剑东啊 什么正话 你明白 我不明白 你没有怀孕的 你疯了 你才疯了 你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吗 你马上向他道歉 姐姐 你就当帮我这个不争气的妹妹 最后一次好不好 如果前世没有没有约定 今生的你怎么会给我一个家 如果今生只有 变今生就有缘 快乐的你怎么会 留下我的伤疤 当所有的日子在 温暖中融化 爱为什么在风雨中长大 爱为什么在风雨中长大 难说曾经测诺 也是一种回答 心为什么总是流浪和回装 我 ply舍的一群 让我叫你一声妈妈 妈妈让我叫你一声妈妈 如果来生还有可能 我还要 我还要你牵着我的手 走进这个家 走进这个家 走进这个家